想讓你的CS2 從這樣 變成這樣 今天分享在CS2中 提升FPS和反應的設定 甚至是習慣CSGO整體配色的玩家 要怎麼從CS2調整回去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下載NVIDIA APP 並安裝 打開後點擊系統 並點擊NVIDIA控制面板 點到顯示當中的 調整桌面色彩設定 因為CS2的畫面飽和度較高 對比度低 異光效果大 CSGO則是相反 將亮度調成40 對比度調至75 色差補正調至0.8 好我調不到0.8 這部分是讓畫面白色的地方 不要這麼白 或將遊戲內的γ值調至80 接著最重要的數位亮度 調至35 以上設定可依照喜好調整 畢竟螢幕種類不同 有人使用VA面板 有人則使用IPS和TN 因遊戲引擎不同 無法完全還原CSGO 但最大的好處是 能改善看過久的鮮豔畫面 使眼睛疲勞的問題 進而更專注的駕強 不被裝飾的顏色影響 那NVIDIA APP是什麼? 我只能說 終於出了 對於一下要開控制面板 一下更新顯卡驅動 以下要點不快斜線開NVIDIA錄影的人 全新NVIDIA APP 整合以上三個功能 甚至多了顯示卡數據 之前在實施監測顯卡溫度 那些數據的重疊 現在全部放在這個軟體上 載它就對了 接著進到遊戲部分 點開設定 將顯示模式調整為全螢幕 畫面長寬比16比9和4比3的最大差異是 4比3經過了畫面比例拉伸 能提高敵人的Hitbox 缺點是看到的區域會比16比9還小 但16比9有個優點是 你可以在4比3的隊友面前耍帥 進階影像 強化玩家亮度對比 和VSYNC垂直通不關 接著最重要的部分來了 NVIDIA Reflex低延遲 調整為啟用加加速 只要你是GeForce GTX900系列以上顯示卡 和GeForce RTX40系列顯示卡 都能在CS2開啟這功能 那NVIDIA Reflex技術是一款 能讓你在射擊遊戲提升你與對手 這種毫秒對槍間的勝負 能有效減少系統延遲 增加主機反應速度 較低的系統延遲 也能讓你更快瞄準你的敵人 而我說的絕對不是網路延遲 螢幕延遲 而是每個人電腦中的 CPU和GPU 渲染遊戲時所造成的PC延遲 NVIDIA Reflex就是用來優化兩者間的距離 也因為這樣的差異 在使用GeForce RTX40系列的顯示卡後 會有更大的提升 像是點內探敵 先行者優勢都會偏向延遲較低的內方 這也沒辦法 我們的設備無法直接接到遊戲公司的伺服器 所以在思考自己是否該換設備時 可以回到NVIDIA App中 點擊右上角開啟重疊 再點擊統計資料 並開啟重疊 將下方資料檢視改為基本 這樣在遊戲時也不用打指令 能馬上看到自己延遲FPS是多少 接著多點採樣反矩值模式 4倍 全域陰影品質 中 動態陰影一定要開全部 只開日光 內部即使有照明 你也看不到人的影子 模型材質細節至少開中 開低的話爆頭上方特效會很模糊 材質過濾模式一樣也可以只有4倍 琢瀉細節和勵質品質可以開低 電腦好的人可以開中或高 環境遮蔽我是開中 高動態的部分 我就是維持品質 FSR就別開了 看遠處會很鋸死 最後為了讓大家有個對到走 這次遊玩的CS2設備 為搭載NVIDIA GeForce RTX 4070筆電顯示卡的 AURUS 16X GeForce RTX 4070筆電 然後規格供大家參考如下 讓我們開始吧 等下我要撿那個槍 我要撿那個槍 我要撿那個槍 哇他直接買假槓 我要去撿他的槍 來啦殺給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要去中路囉 去中路囉 再見囉 NICE NICE 在靠我們三個在打而已嗎 靠咧 狀態來了 什麼都對了 好險好險 啊靠咧 啊靠咧 他嚇煙了啦 他們打別人 下包他們下包 好配喔 一小包 二樓二樓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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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殺 一 小包 二樓二樓 一小包 小包 一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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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 一小包 一小包 喔 點內喔 那個沙巴沙巴 點內 沙巴 倒了 倒了倒了 我們兩個 外圍外圍 這個人好爛 對他好爛他好爛 好不要再掙扎了 別別別別別 落逼落逼 完蛋包在身上 老包 對老包 必須的 靠北 包掉了媽的 包在哪 喔白癡喔 白癡 不要 板下嗎 不要回來啊 CD幫我架著 CD有煙 包好一個 三包 回去A2 喔 你看這個 可以喔可以喔 唉唷 這邊怎麼一個 B小B小 連結一個 Jungle的死了 倒了倒了 這個應該 Jungle 好的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在開啟 NVIDIA Reflex 低延遲加加速 能感受到 降低主機延遲所帶來的順暢感 搭配本次 NVIDIA GeForce RTX 4070 筆電 GPU的G AORUS 16X GeForce RTX 4070 筆電 作為CS2的遊玩設備 真的是相當合適 能在辦公同時 享受順暢的遊戲體驗 最近原價屋有促交活動 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我們下次見